最近忙着其他的兰花 这些蝴蝶兰说实话有点被疏忽了 好在它们都很皮实 都在暗部就班的长着 这是小兰 我们以后叫它黄金豹 这是它本该有的名字 已经开了两朵 第三朵的花鳄也微微张开了一条缝 很快应该就会开了 过去的这些天晴天比较多 每天早上它们都能晒一会儿太阳 生长速度明显加快 这事之称花苞也已经很大了 估计很快就能开了 大苗小苗也在暗部就班的长着 大苗的花苞还没有风化 或许要到冬末才能看到花吧 小苗的第三片叶子长大了许多 但是根仍然还只是一条 当年大苗在这么大的时候 也是先长了无数片小叶子 才开始长根 我说无数是因为我没有数 但确实是长了很多片小叶子之后 才开始长的根 我们就来等着看看 这颗小苗要长几片新叶子 才肯长第二条根 这是被虫子欺负过的小白 自从帮它把虫捉掉之后 它的花杆长了一大截 而且还长了一个侧花芽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被虫子咬的缘故 你看它那个花芽发的位置很低 刚好是在那道伤疤的下面 那个伤疤我估计就是被虫子咬的 它也长了新的根 虫眼的青本里不知道是不是有什么特别的品种 感觉它还是比较喜欢水培的 而且在根系叶子都不好的情况下 它还长了两个花杆 叶子上隐隐约约有一些斑 和其他蝴蝶兰的叶子 看起来气色确实也不太一样 玻璃瓶的花梗就长了顶端夹子上面那一点 花苞已经能看到了 已经在风化了 红背花梗的长长速度 似乎比玻璃瓶快了一点 花苞也比玻璃瓶的大了一点 但插的也不是很大 估计这两盆能差不多时候开花吧 双杆看来是在重点长它那个侧花芽 就是我们抹了催崖剂的那个侧花芽 但是顶端的花芽它也没有放弃 真是贪心呀 过去这段时间长得最快的是这一棵 这是我们八棵之外的那一棵 但是它长出了特色 所以我们时不时的会来看看它 你看它的侧花芽也长了这么一截了 顶端的这个花芽就是夹子上面那一截 都是差不多这一周长的 很期待它能开花 因为我已经忘了它是什么颜色了 应该是挺大朵的吧 看着这么壮 另外如果您够细心的话 可能会发现我那个支撑杆换了 因为上次那个木杆居然断了 所以就换了个新的 这会儿我把顶端的夹子往上移了一下 因为它还在继续长长 如果我不移的话 它可能就有点长歪了 我很难掰回来了 喝过茶水的这一棵 继续再长花苞 已经比玉米粒大一点了 这些花苞就都是复花的花苞 虽然不是很多 只要它开 至少我能知道是什么颜色的 因为买来就没有花了 只有杆 这棵呢 就是当初我们买的打折的状况 非常糟糕的一棵 先是在书皮里 买了一段时间没有动静 又拿出来放在水里 有一个多月了 终于发现了一片小叶子在中间 说明它已经开始慢慢恢复了 如果再能长个新根 就比较令人放心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